大家好,我是Johnson 我的题目是台北市长政见比较表 我想做这个动机呢 源自云一篇人渣文本的有趣文章 主要是在回忆录里面提到 过去市长选举的政见太多 幕僚也不清楚 选后的市政府更是不可能知道 事前的承诺 看完之后才觉得以前的自己真傻 没有看清楚作秀的本质 认真就输了 但若政见不用看得那么认真 那民主社会的公民们 又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投票呢 包括版版有整理了后选人的政见 如此一来 他们的言行就有了黑纸白字的记录 让大家可以比较跟检视 只是这样子的形式不利于协作 所以更新跟刊物都不容易 接续PT版有的作品 我也做了一个比较表 网址是hacktable.org 台北Mayor Election 2014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表格 当任何网友想要补充资讯 就会被带到这个Google Doc 这个比较表就像是政见的维基百科 但是是用大家都能够上手的Google Doc 来做编辑 有了这个比较表 选前可以作为选民的投票参考 而且同一份表格流存到选后 就能用来检视市长的施政 希望能够有热血的小编 能来帮助我们一起整理出处 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来编辑这个表格 这个是目前比较表的样子 三位候选人的证件 依照不同的面向都排好 有一部分的证件呢 是由附上的出处 有兴趣的使用者可以从连结 来获得更完整的资讯 而没有出处的这些 还没有出处的这些 会用红字删除线来显示 假如说我们想要帮冯光远补充资讯 我们就按我要补充 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表格 我们想帮冯光远的这一个证件 寻找资料来源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市长踹控网站 位到Google 然后来到了冯光远的官方网站 发现了这一篇文章 所以这篇文章 就是这一个证件的资料来源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来源 复制回到这个Google Doc 在后面写 出处 网光远官网 然后在这边增加一个连结 完成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网站 重新整理之后 就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的这个地方 出处就已经被补上来了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希望有兴趣的没有人可以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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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